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今天一早在屏東滿風陣地 也就是方山還有車程一旦的海岸線 部署了38門的155榴彈砲 8點半左右實施實彈射擊演練 執行登陸操演 打擊來犯的敵軍 不過現場也同時下起了大雨 我們來看一下當時的情況 可以看到155榴彈砲 不是同時間發射 而是根據敵軍不同的動靜 或是陣型來做戰術調整 海上標靶可以是敵軍的快艇 或是兩棲登陸艇等等 而每一門的155榴彈砲 預計發射三發的彈藥 38門總共114發 場面十分的震撼 軍方也表示 這一次是年度的例行性操演 跟對岸的大陸軍演 是沒有任何的關聯性的 而且操演的範圍 也沒有任何的重疊 以上是來自屏東的現場情況 放時間鏡頭交還棚內主播 我們來自屏東的同時 除了 藥